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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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坤,这天我反而不担心 既然他们现在已经被金兵打得撤退 这也就是表示他们已经筋疲力尽 我们现在出兵打他也是最好的时候 汉父,你真是精明 好了,天母真 那我们就一言为定 定在三天以后 我们的军队就和你们的军队会合 为你的汉父 我的耶稣给他报仇 好 汉爷 你一定要保佑天母真 只有他 才可以将你的仇人 闭谷真的头带回来 以为你天上的灵魂 天母真 你要去攻打他的儿族 好 我等这个日子等了很久了 嗯 报告大汉 他的儿族人被金兵追赶 向我们这边来了 看一下 是 大汉 这是我们进宫的好机会啊 嗯 天母真 那我们就从后面进宫了 好 那我们就在前面截击他们 让他们前后受敌 好 三昆 我们去准备 这只老狐狐狸 谁不知道 军队后面都是梁蛇财物啊 哈萨 要报仇的是我们 打前锋的也应该是我们 各位安打 和我一起活捉壁谷阵 你什么人 我是耶稣该的长子 铁木真 哦 你是乾族的人 呸 壁谷阵 你今天已经走投无路了 你还在这儿逞英雄 这算什么 你想报仇 好啊 你们仗的人多 一起来 大胆 各位安打 今天我要亲手杀了他 替我汉父报仇 哈 你怎么 chased吗 husband 怎么哄 想破 都是吗 ㄱ 起啥 快 没事 好 小心 Lok 好 塔塔二租原来真的这么富有 当然了 不然的话 我为什么要攻打后方而不打前方 这个金单筑真好 韩副 送给我吧 既然你喜欢 那韩副就送给你 来 不要说了 快飞服人把金银猪把推走 我们还要赶着回去 看看铁木针打成什么样子 不用管他了 不行 我们要赶回去 去毕国针的人头献给王晶城下 韩副 等他们打完了 我们再回去也不晚了 韩兄 我要取下他的人头 败地韩副的王魂 各位 塔塔二族赤代和我们接仇 歇汉就是被他毒死的 今天 我铁木针 要让他们偿还这笔血债 替我汉府报了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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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爷 铁木针替你报了仇了 替你报了仇了 替你报了仇了 快见王晶城下 撒巴鲁 你们叫什么 我 我叫铁木针 是启元族的人 他叫别里 是克列族人 是 来 此座 谢丞相 你 你们两个帮着大金国打败塔塔尔族 大金国的皇帝非常高兴 你们想要什么赏赐 尽管说 是 是 我想 李李 李李 皇上和我都已经承认你是大金国的奴才了 奴才向主人讨赏赐 给和不给都是恩典 你不用怕的 说吧 如果你说不出来的话 那就不如让我说 看看你满不满意 是 好 那就听我这个大金国的丞相 代表我们大金国的皇上赐你称王 不过你已经是可汉了 所以以后你就叫王汉吧 感谢大金国陛下 感谢王汉丞相 嗯 顶不真 由于你的年纪尚轻名望未够 现在先由我封你为昭草官 替大金皇帝镇守北方 此官相当无品 已经是很高的赏赐了 顶不真 谢谢 好 至于这次战事中所得到的战利品 就有你们两个分吧 多谢王汉丞相 好 天不真 你怎么打了圣仗 报了复仇 又做大官 还怎么不开心呢 欧姐 能为汉府报仇 我的确是了却了一桩心事 但是做了什么招讨官 根本就不值得开心 我们世代相传 由牧为生 到了你这一代 得到金国的重用 封你为招讨官 是一件光中药主的事 不要再说了 做那个招讨官 对我来说 根本就不能光耀我们 启元族的祖先 简直是种耻辱 为什么 老亲 我们攻打塔塔二族 是要替汉府报仇 并不是要替女真人做事 他封我什么招讨官 其实是想利用我 利用我帮他统治我们蒙古人 你说是荣耀 怪不得你这么不开心 可惜 我现在没有这个能力 暂时还要忍他们 但是我听得真发誓 有一天 我们蒙古人 一定会把他们赶走的 你可以 你一定可以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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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汉 大汉 阿朕 海傅 海傅 阿朕 什么事无精打采的 天不真大汉的儿女不应该这样 我不开心嘛 什么是不开心哪 阿塔台和托利 我叫他们叫我玩七十弓 可是他们说我这辈子也拉不开的 傻丫头 汉府连你也笑我 好了 汉府不再笑你了 那他们有没有告诉你 你为什么不能拉开她 他们说我是女的 汉府迟早会把我嫁出去的 对呀 女孩子迟早要出嫁的嘛 那你是不是女孩子 嗯 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阿朕 不要再发小孩子脾气了 那你要把我嫁到哪儿去呢 哦 那就要看看哪个部落的可汉 有这个福气 配得起铁木针大汉的女儿 就像你姑姑吧 铁木轮似的 她迟早也会嫁出去的 但是 如果你把我嫁得很远的话 我可不干呢 阿朕 你放心吧 就算汉府把你嫁出去 也不表示汉府以后不要你了 汉府让你看着他们 这个责任很重大 真的 嗯 汉府 我看你要多生几个女儿了 汉府 渣蛋 你刚才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二哥的意思呢 就是说阿朕呢 可能会嫁不出去 你嫁不住 我打你了 哈哈哈 我aca 所以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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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杀了我爹 打断了我叔叔的腿 是我的仇人 他是我的仇人 太兄 你也听见了 他帮我们是为了报仇 你现在可以相信他了 好吧 你可以暂时住在这里 哈瑟儿 带他出去 是 多谢大汉 多谢大汉 你的意思呢 为了安全 不能太相信他 不过他也未必是奸细 我也是这么想 十三亿之战对扎姆河挫败之深 他要报仇一点也不奇怪 那大汉想怎么处置这个姑娘呢 从明天开始 让人带他到营外去多做一些粗重的活 使他没有机会能探听到我们的实力 另一方面 我们要处粮 我们要增加军队 防备扎姆河 乃和 你该干什么 怎么 你哭了 不是 不是 我要去问汉兄 你明明是帮他的 他为什么这么对你 不要去 可按照对我 我已经很满足了 那你还哭 我哭不是为了怕辛苦 我是在想我叔叔 你放心 等我们把扎木合打败之后 一定把你叔叔救出来 好了 我该走了 这包盐油肝 是我送给你吃的 我知道你一个人很可怜 除了自己的影子 就没有朋友 你放心吧 我以后有空就来看见 我要走了 改天见 铁木真灭我秒而祈祖 这个耻辱我一定要报 我们奶蛮族等这个机会很久了 要消灭铁木真 现在是最好的时机 因为他再也想不到 我们三族会联手对付他 这就太好了 我们要把铁木真那只野狼赶出大墨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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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气如何 有部分人很兴奋 有的人不相信在打仗 大汉 我看他们太平的日子过得太久了 汉兄 我想跟你说点事情 你又想跟我说百合的事情是吗 是 什么事 报告大汉 扎木河 义河 苗儿 齐祖 乃蛮祖 从阔斥田出发 兵马人数众多 可能是来攻打我们 再探 是 汉兄 你现在应该相信百合了 百合姑娘 以前我对你是有点怀疑 希望你不要介意 如果大汉对任何人的话都轻信的话 那大汉就不是人人所说的那么英明了 你很会说话 我说的都是心里话 你现在应该是我们齐燕族的恩人 你需要什么赏赐尽管说 我不要 我什么也不需要 你怎么会什么东西都不要呢 近些天 汉兄要你放粮 要你挤马奶 做得你那么辛苦 你应该有所补偿啊 可是 我做事是应该的 而且 我真的不需要什么呀 你怎么会不需要呢 你想想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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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需要 既然你想不到的话 那就算了吧 大汉 我想你应该想得到 送什么给百合姑娘 汉兄 是什么 是你 哈三 我让你好好的照顾百合姑娘 百合 我要把你许配给我汉帝 你愿意吗 百合 百合一生都遵从大汉的吩咐 多谢汉弟兄 嗯 有 母 但是 无论 是 不 你 对 你 又 多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过 如果我没有猜错 你一副别理 这次一定很愿意帮你 为什么 如果扎木河打赢 对你义父是个威胁 为了他自己 他也会帮你这一次的 秦末阵 你放心 三天以后 我就率兵到古连乐古山 和你会合 好 一言为定 好 那我们先回去了 嗯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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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看来 扎木河这次 真是想把铁木真彻底消灭呀 南门族和米尔启族 全都是铁木真的仇人 这岂不是对我们很有利 你也看得出来 目前在蒙古草原上 三分天下的 有汉妇女 铁木真 扎木河 只要他们两者之中 有一个倒下去 那蒙古 哈哈哈哈 三昆 当你汉妇 成为蒙古大王的时候 你就是蒙古的王子了 哈哈哈哈 哎 哎 哎 你没事吧 没什么 继续吧 汉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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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跟你去打仗 哎 沃古台 你年纪还小 下一次吧 那树狮大哥可以去 他比我也大不了多少啊 我已经决定了 你不用再说了 沃古台 听汉妇的话 哦姐啊 我已经这么大了 为什么还不让我去啊 凡是蒙古的勇士 都是在战场上长大的 我想 住嘴 出去 哦姐 出去 是 这里周围无险可守 万一被对方围住 很难突围啊 这样吧 提姆真 你们去对付扎姆河 我们就牵制住 米尔喜族 塔尔赤族和塔塔尔族的人 消灭他们的军力 好 好 就找汉府的意思去做 嗯 大汉 今天是我们第一天交战 我认为 我们不必出尽所有军力 我也这么认为 哈瑟 你明天带领弓箭手 掩护两位叔叔 两位叔叔 明天就靠你们了 嗯 啊 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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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好 好 好 出馬 出馬 想不到金银珠宝比启燕族的存亡更重要 行军打仗 守众军法 长生天 请你宽恕我 我今天要杀我的长辈亲人 并不是因为我铁木真不孝不义 把他们两个拉出去斩 是 大汉 怪我平时指挥吴方 才会有今天的恶果 如果你要斩 就先斩我吧 你也得两位叔叔年老功高 就放他们这一次吧 大汉 一时犯错 未必不能悔改啊 大汉 他们始终是你的家人 清汉的弟兄 你就放过他们吧 哈大同 中原的宋国 是怎么败给金国的 是朝廷皇宫腐败 好 说得好 如果今天我叔叔 犯了军法 我不斩他们 那么将来 我的儿子再犯军法 我也不能斩他们 那么我的军队 成了什么军队啊 啊 你们明不明白 把他们两个拉出去 是 品真的将士 果然勇猛 今天 打头阵的 换的是铁木针 或者是四节带兵的话 我们的方法 就一点用也没有了 三茶 我们的兵马如何 死了一千 伤了三千 明天铁木针进攻 一定会更加厉害 三茶 在 让两位组长加紧防范 是 你们可以放心 我明天 自有办法对付铁木针 连昌大战 我们的伤亡惨重 但是我们齐阎族的勇士 不是那么容易就认输的 在很早以前 有个口汉 叫保古达 他打仗打了很久 他的士兵对他说 我们这次肯定会打输的 因为我们用的剑不好 不是神剑 于是 保古达 就亲手杀死了他的七个儿子 用他们的心做了七支剑 那七支剑 因为是用真心所做的 所以 他的威力 可以射穿七座山 分开七个海 他就用那七支剑 打败了他的敌人 十二头魔王 我的好安打 我的好士兵 神剑 也就是军心 军心 也就是神剑 我相信 只要我们齐心 我们用心所做出来的剑 一定可以打败张河 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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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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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出去 向军中的士兵宣布 就说我们已经找到大汉 他受了点小伤 已经没有事了 明天可以继续领兵 是 记不记得怎么说啊 如果你说错了 我就下脸把你的头 砍下来祭天 我 我不会说错的 我马上就去 塔尔统 你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不退兵 但是我们要让扎木河 以为我们不再攻打他 使他输于防范 我们才能够一举敲灭他 还要大 你为什么不救我汉兄 我们要顾全大局 如果军心一乱 实力一散 扎木河就可以转败为胜 将我们消灭 可是他现在已经被我们打得像了没有牙齿的老虎 你以为他能反败为胜吗 可以 只要他煽动别理就可以 别理 他不是已经帮助我们汉兄了 禀告大人 什么事 王汉派人来探望大汉 王汉 王汉 终于派人来试探我们的虚实 记住 就说大汉没事了 好 请他进来 是 我们大汉 听说铁木针汉爷受了伤 所以特派小人来探问 请带我去拜见汉爷 我可以亲自向汉爷表达大汉的心意 我们大汉受了点小伤 现在已经没什么事了 多谢王汉的关心 可惜我们大汉睡着了 不能亲自接见你 睡着了 不错 他要养足精神 明天一早带兵进账沐河的营地 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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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该准备一下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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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汉 你暂时先在这儿避一避 明天一早 我们就在山那边集合 我们一定不会有事的 这边 我可以 能不吩咬 这下背 那这就是 那这就要地 嘛 是 已经 过常 现在 是 聪ψ 我们 来 好